整几张东北的干豆腐 今天用干豆腐教大家做一道美食 将干豆腐对半切开 将干豆腐改造切成细丝 再来点金城菇 将金城菇撕成小肚 锅中烧水 下入干豆腐和金城菇下锅焯压水 焯熟之后捞出备用 起锅烧油 下入两个盐的肉丝炒至变色 葱花蒜沫十三香搞给它 一点的酱油和牦牛炒香 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下入焯好的干豆腐和金城菇 一点的老抽调一遍 盐味醋鸡粉调味 扣上锅盖小火锅的五分钟 锅的差不多了 水电粉咱给它够点薄芡 芡稍微勾得紧一点 别整得水尿巴塘呢 翻炒均匀之后 咱们出锅 将上面撒上一点葱花蒜沫 一点的辣椒粉 再放点辣椒段 热油焦香 牛铃干豆腐 你就像我这么做 老香老老吃了 如果你感觉有食欲 就给老弟一个双鸡 感谢您的支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